近日,在云南省洪河州卢西县非洲菊种植基地,县长莫伟化身网络主播,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助农直播,向消费者推荐当地种植的非洲菊。 应该说,这种花的品质是一流的。 同日,在云南省昆明市静宁区万亩玫瑰地里,区长徐波也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,向消费者介绍静宁的鲜花和自然环境等。 玫瑰里面的淡然纳还有很多的花语,从初恋到牵手一路都可以送。 据统计,莫伟和徐波两人合计约一小时的直播,吸引了160万网友云赏花。 店铺吸粉近10万。 能有利于咱们老百姓带货的事,真的是应该的,而且呢,觉得这个事没白干。 据悉,静宁区位于云南花卉生产的核心区,经过20多年的发展,花卉种植规模近6万亩,年产鲜切花近40亿只,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,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鲜切花生产第一大县。 卢西县则种植了上百亩非洲菊,所产鲜切花品质,比肩世界先进水平。 受疫情影响,农产品线下流通渠道仍在缓慢恢复中,为缓解花农困境,农产品上行的新平台为各地政府打开了思路。 尝尝是否能够变现,也不能就是过去的那种独轮车销售的模式。 互联网技术,互联网工具和互联网思维,还有一些7块链技术,对我们三农工作,运用上这些工具,对我们农业产业应该是一个赋能的行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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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